走在路上 酷暑难耐 上海再发布高温 沉舍预警 平均设施37度的气候 更让地表的温度 一度飙升到设施55度 实在是太热了 上海外滩以前到了7月 才会开启的喷雾装置 也提前使用 喷出的阵阵冷雾 让路过的民众根本不想走 而像是天津平均设施37度 不止花朵被晒到枯萎 民众还拿湿纸巾替脚踏车降温 除了天津 河北更出现 设施43度的高温 街上都能见到降温大炮 四处行驶 洒水降温 天气热不止人烦躁 猫狗们也暴躁 大陆犬伤门诊的就诊人数 也跟着气温飙升 光是在杭州 专门收治犬伤门诊的医院 就诊人数比以前多了两倍 医生表示每年的7月至10月 往往是一年中 犬伤门诊就诊量最高的季度 也提醒夏季除了防晒 对家中的宠物或是流浪猫狗 还是多点警觉 这一片综合报道